哈喽大家好我是龙四 那么现在很多手机厂商呢都已经进军了汽车市场 那么作为中国手机品牌的旅行者华为 他也赞然进入了汽车市场 但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车放在其他的一些自己建的群件上面 而是将车放在了自己的手机卖场 那这个卖手机的他真的懂车吗 如果说我们去手机卖场买车的话 真的能得到专业的服务吗 那跟着我们去看 那么在手机卖场也就是华为的旗舰店里面 摆这么一台车其实不足为奇 因为在很早以前华为就把车摆在里边 而且它展示的只是说华为的那套车机系统 它能把车机植入到车里边 而现在摆的这个锐建M1可是华为自己的销售区的 自己在经营这款车 所以你在店里面可以看到 卖手机的是卖手机的顾问 卖车的是卖车的顾问 一个销售主网配上三个销售顾问 能陪你看车选车 还能陪你试驾 树叶有专攻 车评人不是谁都能当的 其实分解M500摆在华为的旗舰店里面销售 我个人觉得应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其实车这个东西 原来咱们的固有概念是一个大价 我们买这个东西叫深思熟虑 但现在的车的话 对大家而言就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其实就跟手机 iPad 电脑 手表 电视是一样的 那么在整个展厅里边 它能形成一个生态的壁环 大家到这里可以买下所有的东西 而且第二个原因就是 华为可能考虑到成本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新的原品牌 都需要自己在商圈里面建一个什么 类似于销售店这种的 而华为不需要 只需要把车挪进来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大大的解约了租金这一块 那么华为这套的销售模式 你觉得你会喜欢吗 好 各位留言 我是龙世 咱们下期再见